在她出演的作品中 90%的角色是母亲 因此她有了 银瓶第一母亲的称号 我们总说女人的可爱 跟年龄无关 那么谁是代表呢 朋友阿姨就是一个 特别好的代表 每一次看到她 我就觉得 其实女人不应该在乎年龄 可爱最重要 我就愿意和你们在一起 64岁时 她在女儿的鼓励下 成为大力的北漂一族 今天来的嘉宾呢 他们是演员世家 一家子的演员 但是很少能在节目里面聚全 今天呢 我可不是一个人来的 我告诉你们 我把我的孩子都带给你 细力细盼她和蔼可亲 极具亲和力 今天她和她的孩子们做客 超级访问 一起话家长 值得期待 我们在热播一部电视剧想必已经看过了叫 谁来伺候妈 对 这里面呢有很多我们都喜欢的演员 好多人都来过咱们超级访问 我跟你说那妈呢觉得选得太好了 中国第一妈 对我只要看到她 我就脑子里有一句旋律 啊那个人就是娘 她看到她就是娘 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后面听着啊 有没有听完我们的介绍 心情激动 但是她估计今天看到我不会有好脸色 为什么 我在后台说错话了 我在后台看到她特别热情 我叫了一声奶奶 她们所有人都这样那颜色看我 你是有礼貌的孩子 但是你知道吗 她们都叫她美少女 你一直不都管你妈叫中年美少女吗 对啊 所以说错话了 没事儿出来再惩罚你 好 让我们来掌握这一句 好厉害吧 好厉害 好厉害 赶紧 好厉害 好厉害 太厉害了 太时尚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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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了 越来有女人的眼神 哎呀 那我看谁呗 看谁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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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谁呗 再听你谁成了错误 对 妈妈我错了 怎么了 刚才不应该在后台叫你奶奶 你应该叫我什么 应该叫美少女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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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 掌声欢迎我们的 陪妈妈 欢迎 迎凭第一母亲 彭玉 再度做客 超级访问 老妈不服老 被称青春美少女 秒杀众人 刚才你们反复的说我7878 我就不愿意听 我58年后的 老年收获浪漫爱情 黄昏恋线线上年轻人 朋友有着什么样的爱情智慧 浪漫的人自己不会说自己的 不不不 两个人要不要浪漫吃个什么烛光晚餐的呀 哎呀那不算是 老妈也很潮 追随史上 思想日时俱进 我女儿她买衣服 有没有我的 没没没没给你买 我说我先试试 我这样 我说我要 我女儿要不够买 我不高兴啊 您是怎么知道有微博这事的 然后也开了微博呢 我们家都玩了 到底有多少人关注你吗 现在好像有生蚊 生蚊子 谁来伺候妈 主演奇婚剧 诉说拍戏的幕后故事 我都见着我的叫妈 难怪我刚才后台 那个我说哎朋友奶奶 然后他们俩说哎 哎长辈儿了 长辈儿了 他们就长辈儿了 主要我气他的戏 老演都会偷偷告诉我一瞬间 气场 时日气场 哦什么气场 戏里气坏 母子母女 感情深厚 现场欢声笑语 极细不断 一切精彩 尽在本期超级放分 欢迎彭宇妈妈 刚才李静呢 总结了一句话 就是说天下第一妈 我觉得一点错都没有 这么一路过来 彭宇老师给我们带来 很多经典角色 我们整理了一段短片 一起来回顾一下 好不好 来看一下 今年78岁的彭宇 被誉为 饮品上的第一母亲 1964年 彭宇首次出电 参演电影千万不要忘记 演的就是一个老太太 当年的彭宇才29岁 可以说 正是这部电影 让彭宇与母亲这一角色 结下了不解之缘 现在电视剧 谁来伺红妈的热播 让彭宇出演的妈妈角色 更加受到观众的喜爱 在戏里面热情如火 和爱可亲的可爱老人 在台底下也同样热情高涨 他时尚 前卫又浪漫 29岁的时候就演妈了 对 会不会有点不甘心啊 当然不甘心了 就刚才你们反复地说 我7878 我就不愿意听 就是谁啊 谁78呀 我是80后的 哈哈哈哈 不到80都叫80后 都这样 80 但是我跟你打完招呼 我过来跟你已经说 一点年龄看不出 就跟60 50多 我还没站起来呢 我 哈哈哈 哈哈哈 太可爱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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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要有这么一把我乐观了 每一次见到您特别时尚 然后我们也看了资料就说 其实您从来不去卖给老年人的地方去买衣服 我不买 都是女儿 送的 我女儿她买衣服 有没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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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说 哎呀 这个没没没没没给你买 我还能夸你穿不合适 我说我先试 哈哈哈哈 我这个 我说我要 哈哈哈哈 我女儿要不够买 我不会信 这等我女儿够买的 原来她准备自己留着的 全给你抢走了 啊 跟我只要我 穿合适 才 那你拿去 拿去 嗯 鹏妈妈 除了那个 衣服上面 您很时尚 很新潮 您的思想上面前卫吗 当然了 当下年轻人玩的那些东西 你都玩吗 比如 比如微博 那啥不玩 啊 玩 但是我呢 不会 我写个纸条 给我姑娘 让我姑娘给我打 您是怎么知道有微博这事儿的 然后也开了微博呢 我们家都都都都玩了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在微博上他们那个 嗯 经常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来关注你对 来关注我 嗯 那那我为啥不把我的 那个想想法哈 嗯 表达出来 到底有多少人关注你吗 现在好像有上万回 哇 哇 哇 都是真关注的 玩游戏 你们玩吗 有时玩 玩哪种 偷个菜啊什么的 哎呀 太时尚了 我都没偷过菜 我也没偷过 妈妈您切蔬菜吗 切水果切蔬菜 切啊 在电脑上 我女儿玩过 嗯 一直切一直切这样的 是吗 您切的时候高兴吗 切的时候就什么都忘了 哈哈哈 我觉得那个彭玉妈妈 是特别接受新鲜事物的人 嗯 很多人啊 他跟你说 哎 这先有一个概念 这跟我没关系 这不是我们这年龄玩的了 嗯 你没有 我们一定要教你玩植物大战僵尸草 你肯定会疯了的 我尽量我还是不要掉进去 哈哈哈哈 我能够拔才好 1995年 陪伴彭玉度过42年婚姻生活的老伴赵文心 因病去世 一年后 女儿将刚经历丧腹之痛的彭玉 接到北京 由此彭玉便成为了北漂族 也才有了后来 中毒经典的银品妈妈形象 随着演艺事业的蒸蒸日上 彭玉的晚年感情生活还是一片空白 恰逢此时 彭玉第一任丈夫的姐夫陈九荣 也是孤身一人 彭玉女儿便从中撮合 最终 两人于1999年结婚 上映了一段甚至电影情节的黄昏恋剧 您是个浪漫的人吗 浪漫的人自己不会说自己的我 不不不 自己并没感觉到浪漫 但是感觉到什么呢 这件事情 或者办完了之后 或者什么 觉得心情挺舒畅的 为您的老伴设计个什么 惊喜之类的有没有 我们两个走路的时候 每天都是我领着他手 要不然让他的手 放在我的嘎吱窝里 我夹着他 我怕他摔跟头 摔个跟头老年人真的就够像了 是吧 你说呢 这不是浪漫吗 是 太浪漫了 因为我们都听说 我要牵着你的手 我要看着你的胳膊 从来没听说 我要夹着你的嘎吱窝 这太浪漫了 对 两人要不要浪漫 吃得像烛光晚餐的呀 哎呀 那不算啥 啊 我都很多年没吃了 上次你忘了那个彭老师说吗 比如说到了外景 住在那个荒郊野里 他也一定要有浪漫的那个环境 要倒上杯红酒在那里 记得我今天的戏拍的特别开心 自己很满意 到晚上的时候会主动的 倒上点红酒 喝上一点吃点海饼香肠 我会晚上自己有时候也是穿上一件平时不能出去穿的衣服 我这个时候自己穿上 穿上完了坐在那喝点酒听听音乐 我特别喜欢音乐 我要一听这音乐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有时候节拍的音乐比较强烈的时候 自己还被人家跳两下 坐在那就可以 坐在那里 始终都是充满着浪漫 我讲到他没过个情人节过去 每当那个情人节的时候 都互相慰问 能买点纪念品就买点纪念品 这就是交换一种情感情 就是增加奠奠的次数来 互相牵挂的心情 这么深 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也能带来快乐 因为大家都不在乎 您两个人您会跟他撒娇吗 你指什么撒娇 这么大岁数时候抱抱我 不是那种抱抱肯定是 哎呀 你把那水果端过来 这么近你不会走 我们要老公干嘛呢 是这样吧 我一般我不那样 因为你做得实在太不到位了 我认识性格吧 只要是自己能走路的 自己去办去 不要叫人家 哎 你们给我拿过吗 我难受吗 你自己能干多 你就自己干去 到现在我家没有保姆 哇 我们住在珠海的时候 我们和女儿两地 女儿就是每天来看看我们 有时候购买一些菜什么的 或是尽量我们自己做 偶尔就是我需要改善生活了 女儿就跟我打电话 妈妈你们过来 今天晚上抱着去蒸饺 是素馅的 还在素馅的 都我们自己干 她说卫生干嘛的 我想这点活你要不能干 那你的生命可要结束了 这堂课上得真好 太放心了 咱们就得重新地醒悟一下了 今天彭玉老师是 宣传谁来伺候妈就不行 其实戏里戏外呢 讲了很多家常里短的事情 彭玉老师扮演的是林老太 然后有三个儿子 四个儿媳妇 因为老大离婚一次婚嘛 对对对 那这么多孩子里面呢 有一位其实是 真实生活中 彭玉老师的二女儿 对不对 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老二你们两口子 房子这个事 你们做的不对 是您让我们回来住的呀 可我没同意 你们把房子租了我 姑娘多孝顺您呢 我们住在这 不就为了每天能照顾您 是不是 您想太多了 再来您真点我们走 我们上哪儿啊 您的亲孙女童童 还能睡大街上了 我要提奶奶 您可她睡到我这儿 我睡大街上 让我们来讲座有请 到家瑜之堂有请 欢迎 您好 您好 家瑜 大家好 欢迎欢迎欢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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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喜欢 真的 您凭第一母亲彭玉 乐观态度感染全场 背一个大兜子 这兜子里面装一座菜 然后卡个条子 都在心里头地 还找着亲眼 如果她要不这样 她一定会生病 女儿的成长中 又有着多少妈妈的用心良苦 当然等一下我看个剧本 在屁底下拿着 好了 我不允许她这样 我可以了 沿到什么场子 会动手吗 打屁股 对 打嘴巴 打脸 随来伺候妈 彭玉母女过招 妻女儿扮演恶媳妇 看彭玉母女将擦出 怎样的火花 我就跟她说 我妈等候可能要气你 光说 你说完之后 就等人说没说一样 可能下来她就不说话了 做得特别痛苦 然后别跟我说话 就低了头一时 戏里气外 母子母女感情深厚 现场欢声笑语 极细不断 一致精彩 尽在本期超级放分 生活中您是 彭玉老师的二女儿 对 戏里是二儿媳妇 对 你们演戏里的 这样的母女演过几次 母女演过三次了 这个婆媳是第二次 那个婆媳或者母女 关系最紧张的 是不是这个戏 对 那你演之间害怕吗 因为每一场演的时候 都会想 因为我知道她是那种 很投入的演员 我就跟她说 妈等候可能要气你 可能要你自己 那个控制点自己 别那么真的 光说你说完之后 就等于说没说一样 她就照样该怎么样怎么样 妈你不想 我会说你 你凭什么你 你不就 快拿着 快拿着 妈让你拿着 你就拿着 你干嘛要激动啊 我是为了大强 怎么会几个妈妈 爸我送你的这儿啊 您亲爱的别生气 您您别说了 你 妈这说一句 一摆地儿等着 老子个毛病 那你拿你就拿吧 你说你 快拿着 妈 妈 妈以后有什么事 您自己看着办 这场戏拍完之后 她下来她就不说话了 坐在那儿特别痛苦 然后别跟我说话了 就低着头一直 自己控制一会儿 然后好了 因为我知道 恒律老师 是一个特别严格的人 你在当时 就是进入这行的时候 比如说开始演花剧了 然后妈妈有没有看过你 然后修理过你的时候 经常呢 有时候我们就是 集体校场的时候 我会拿她 杀一斤百 或者大家都不认真的时候 她会听着我的 我会说她 严到什么程度 会动手吗 打屁股 打嘴巴 打脸 是在演出还是排练的时候 演出 演出下来 我会打她这一下子 我要 那意思我打每个人的脸 管用吗 管用 但这个事情是谁惹起来 是你吗 不是 那个是当时我们拍那个戏 叫吉他青天坛 然后我妈妈呢 就是戏里边的那个绝对女一号 我们都穿的那个服装 都是那个白色的那个餐厅服务员 那种服装 有一天也不知道是哪个 那个哥哥吧 就特别淘气 把那个王志和臭豆腐 那个汤 抹到这个领头尖下边了 每个人的白服抹了一下 然后在台上呢 正好是那场戏呢 是有妈妈的一段大段的台词 对我们进行说教 灯光一烤 突然就飘出来 那个臭豆腐味了 然后就领到是这个 嗯 哎 怎么这么臭啊 我说是啊 真是啊 就全都笑了就不行了 其实我妈也笑了 我觉得她的脸都抖了 但她一大段词要说 然后她就控制住了 她就坚持地把这段词说去 但我们都脸都变形了 都不互相间不敢看了 笑的 结果是第二天到那的时候 那个已经没有臭味了 还在笑 第三天还在笑 就是第三天在笑的时候 那场戏演 完了大幕一关 打了我一个耳光 好厉害啊您 必须这样 对工作要认真 比如说你这一段戏的台词 当然等一下我看个剧本 在屁底下拿是不是 嗯 嗯 好了 我不允许她这样 我可以了 我觉得你妈妈跟一般的人 真不一样 她的那种 对生活那种热爱啊 那种年轻那种时尚 嗯 你们从小是看着妈妈这样的 你们说上你们的感受 因为很多妈妈不是这样的 对 对妈妈全捞着了 我们觉得如果她又不这样 她一定是生病了 因为我们从小看着她就这样 她比如说去早市买菜 然后买了一把那个扫把 她都会扛在肩上 一边走一边唱歌 玩得可高兴了 她就是这样 说背一个大兜子 这兜子里面装那么多菜 然后吧 这边还有鲜花呢 是吧 洗包花 我最喜欢 扛个条子 我都在青草地 满不过小的 还走得轻易 也不累 你觉得对这种阳光乐观 对你们是真的很有影响的 对吧 有影响 最起码你觉得 在你们面前 这个妈妈不知道什么是困难 她让你有勇气 她让你觉得什么都不怕 妈妈第二次结婚 是您给撮合的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 除了她自己的 比如对儿女的爱也好 还有儿女对她的爱之外 还应该有一个肩膀 可以去依靠的 我爸爸生病1998年 他一个人照顾她 他放弃了所有的事业 他就给我和姐姐 最大力的支持 不让我们去 就是替她去照顾父亲 都她一个人做 所以我觉得 我们也不知道 用什么去孝顺她 只能去给她找一个 好的爱人 找一个好的老伴 让她也去幸福 她现在多高兴啊 谢谢 黄云老师 你觉得自己幸福吗 幸福 我特别感觉到 我有两个相顺的女儿 嗯 那彭妈妈看着身边 那么和美 这么和谐 那演到谁来伺候妈的时候 一看 这三儿子四个媳妇 会不会头痛吗 我觉得像这部戏 有的时候就像照镜子一样 让别人看的时候觉得 哟 我就是那老大 我就是那老二 可能还有一项朋友老师 可能看的时候觉得更珍惜 哟 我有两个孝顺的孩子 老伴对我也挺好 您需要把那俩不孝顺的儿子 拉出来劈一下吗 下面我就要请 大儿子和二儿子 我们来邮请 李春宵 欢迎我们的邵峰 来邮请两位 欢迎第二次来 欢迎欢迎 我是老大 你是老大 你是好人坏人 好人啊 好人啊 你看这这脸能演坏人吗 他是孝顺的是吧 彭一老师 嗯 最孝顺的 孝顺 最孝顺的 孝顺的厉害 真的 你呢 我是最孝顺的 哈哈哈 是老三不孝顺的 你长得就不像孝顺的 谁没来谁不孝顺是吧 随来伺候妈 主演奇幻婚剧 诉说拍戏的幕后故事 我们接到剧本之后 我们就知道是彭宇老师演我们的妈妈 那油然而生的是一种紧张 他真打呀 哈哈哈 只要我气他的戏 导演都会偷偷告诉我 于春宵 气得 使劲气得 忘死了气 当时现场那一刻 我会感觉到这到底是吴雨华呀 还是赵佳琪 哈哈 他不出来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叫你青春美少女的呀 就怎么拍这个戏 人家看我 真的浑身赵佳佑 使不完的劲啊 啊青春美少女 你美少女啊 你这样啊 戏里气坏 母子母女感情深厚 现场温馨笑语惊细不断 你一切精彩 尽在本期超级的 我思念到如今 咱们一下 那个你们几个是第一次拍戏吗 不是 不是 第一次合作 四个老演员 你竟然说了一句 第一次合作 但是合作之前 我们接到剧本之后 我们就知道是彭宇老师演我们的妈妈 那油然而生的是一种紧张 但是拍了半个月以后 我们就完全放松 完全的放松 被妈妈的这种职业的精神感染了 怎么职业呀 还真打呀 哈哈哈哈 你们也会提早把词给背出来了 我不背词 我们现场对戏的时间会比较多 我们对词的时候 就在导演的指挥之下 我们把词就这么改了 导演说 你再加点什么 再加点什么 有时候导演不是说他吗 你把他气个怎么 对对对 怎么 气老大 因为每一场戏 只要我气他的戏 导演都会偷偷告诉我 愚蠢就是他 气 使劲气的 忘死了气的 所以我就在原有的那个 不是很那个那个犀利的语言上 我再加点真的很气人的话 就是把你自己的本质 那个这个 本色 固扬的 我姑娘不是这个 你不了解 我们了解 他在你面前像羔羊 在他面前像残狼 现在孩子要考学了 我唯一能干的就是帮他把户口转过来 减轻点 他考学的压力 你们两口像踢球似的 把这事踢来踢去 你觉得好玩吗 呦大哥 您要当好父亲 没人拦着你啊 我们支持您啊 是不是 您就让啊 刘亚娟他们家写个字句 就完了吗 我给孩子拜师 让他立字句 这事多得通吗 这事说得通吗 呦 那这也不成 那也不成 你甭办了 这事我一定得办 胡费你给不给我 呦 呦大白哥 怎么着你还要打我呀 呦你打呀 真是我没见过你这样 大白哥打弟妹还 新鲜 来来来 怕你啊 当时现场那一刻 我会感觉到 这到底是吴玉华呀 还是赵家琪呀 都不出来了 恰不理得了 拍摄过程当中 妈就生过好几次期 因为我们这个戏 好多戏都是现场的 你一言为语 特别 特别是针锋相对的时候 特别是戏剧 到达高潮的时候 帮我来一句 妈妈会反过来的 特别法庭上那几场戏 拍完以后 妈妈真不理我了 是吗 唐玉老师 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被告 依法就本案争议房产进行分割 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原告身为本答辩人的二儿子 为了达到夺取房产的目的 多次主动挑起家庭矛盾 并且到最后 还把自己的亲妈 告上法庭 这种行为 严重地违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应该受到严厉谴责 吓得他还跟我说 他跟妈说 他有妈过会儿就好了 大有疑 生活中呢 你们这个拍这个戏 也在一起待了那么长时间了 他们对您好吗 好 太好 总大变化呀 有 总大变化 关系特好 我们生活中叫妈 生活中见着我都叫妈 难怪我刚才后台 那个我说 哎 朋友奶奶 然后他们俩说 哎 哎 长妹了 长妹了 就包括头几天 我我刚回来 从那个珠海回来 我大儿子 从小知道我回来了 来了 上我家去了 非要请我吃饭 找高档的地方 海鲜 这我心思提前把钱交了 这不省着我儿子拿钱了吗 结果吧 哎呀 那小脸子拿了的 我一看他样子真生气 我说 咱不拿 请你吃饭就让人付钱 凭什么你先买单呢 我心思当妈妈不是发贱吗 都好这样 我自己孩子都这样 是不是 这更吃饭 我呢是到了剧组啊 就是因为拍戏嘛 彭玉老师是长辈 我们作为晚辈 一定要想表示一下 怎么表示 就是想请老人家吃顿饭 我真的约了多少次 妈妈总是说 我累了 我得休息 突然有一天我没戏 我接到了电话 是我媳妇打的 少风你干啥呢 我说我在家家呢 你快来快来 这吃涮羊肉呢 都都都点好了 我这可这个机会了 我赶紧去啊 我去以后 我说这点菜呢 行 我再点 我又点了八个菜 上去了 完了以后 我还赶紧呢 我现在妈妈 我敬你杯酒 都快结束了 我看妈妈就 要点面条了 咱们吃卖面条不就完了吗 我等着面条还没上来 赶紧结账去 我到八菜赶紧结账 啊 结什么账 那个彭玉老师把钱已经搁这了 哎呦 我还又点了八个菜 哈哈哈哈 好了 哎呀 所以啊 你就不由老大那个支持 老大就知道彭玉 那个老师要买单就急了 你就是 你就 不过我那时候急也没用了 啥票子都开完了 那给你个机会吧 再请一对每天 那没问题 他吃的玩意我不爱吃 什么东西 又是那个羊肉串 又什么玩意 你老人吃的 自然 爱吃的是萧萧冷 总给你买的那个 就他盒子 说半天还是老大跟妈亲 知道妈喜欢人吗 妈到底喜欢什么 我们做一个测试好不好 对 对 如果说 通过这个测试 谁的分数最高 谁就对妈就了解 来来来拿提板 来来来 都别在这儿蒸 同学啊 三位 两个同学 妈妈最喜欢别人 叫她什么养号 洗完了是吧 肯定都对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地球人都知道 青春美少女 全大队了 对对对对 陈一老师 从什么时候开始叫您青春美少女的呀 就从排这个戏 排这个戏 我们那个执行导演吧 他看我吧 就是每次排戏吧 人家还没那个准备好呢 光还没对好呢 我就着急我这个人 就早早就上那去坐的那个地方 人家看我真是浑身上下游 使不完的劲啊 青春美少女 美少女 就这样 他给我起这么个车号 我们每次收工啊 回来我们坐一个车 欢歌笑语 妈妈总是 哪首啊 你唱吧 写出来 写出来 妈妈最喜欢唱是哪首歌 别看别人 我忘了那个名了 大概是这个 好 来我们来请揭晓 月亮代表我的心 小山村 月亮代表我的心 小山村是那个 妈是那个 哪个呀 那遥远的小山村 那是妈妈的文 有 有 你才有 对对 我们说的是最爱的 妈妈最爱的是哪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们一起来唱好吗 爱唱 爱唱 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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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谓 现场帮我们来唱两句好 我通常一般的 我就愿意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老二 咱们一起唱小山村 好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遥远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的白发灵敏 我绝对时光难忘怀 难忘怀 妈妈给我多少分 多少分 混在我那脸上的泪上 混在我那优秀的心 妈妈的温 甜蜜的温 叫我死连到如今 妈妈的温 甜蜜的温 叫我死连到如今 好 这个挑拨离间 不成功 不成功 太厉害了我觉得 当事人反应 她在拍戏的时候 拍着拍着就唱起歌来了 我是一个民族歌唱家 她经常会唱歌 对 我唱得非常好 我给你个命题 你也得跟妈有关 你来一句唱 献给妈妈一次 献给妈妈一次 我站在妈妈 在妈妈旁边 我嗓门大 妈 你可以舞着大 你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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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妈妈 我最疼爱的人 这不行 做你的儿女 我没有做够 要求你啊 下不行 还做我的母亲 我爱你啊 好儿子啊 妈妈的爱你 我要是阳西匹 在我老二区 好儿子啊 好儿子啊 没有我们俩什么事儿了 算少了 真难会唱着 是 现在其实大家爱看这个戏 真的是这一戏 你说虽然是编剧 还把千家万户的事儿 放在这一家人身上 但是的确就让千家万户的人 都找到自己的意思 找到自己的意思 对 所以我特别想问几位 就是你们在演完这个戏 你们自己一定有很多感悟 对照自己的生活 因为谁的生活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谁也甭敢站那儿说 我们家一点矛盾都没有 是不是有所反省和改变呢 因为我呢 是个是部队的演员 我平常本身 部队的演出就很多 一出去也就是 也都是三个月 四个月 我好在 我有个弟弟 住在一起 照顾着父母 所以说 这部戏拍完以后 我也告诉自己 别让自己后悔 遗憾 当你下班回家 没有这个妈叫了 妈我回来了 没有这个妈叫了 你会很后悔的 从小那个 自己跟爸爸妈妈 加上这部戏 你说你的感受 其实这个戏 是一个温情的家境 它涵盖了很多元素 有一个情节 就是彭玉老师 彭妈妈 和我自己的亲妈妈 她们 非常的像 她说长得非常像她妈 就是我们在拍 这个戏的时候 其中有一场很动人的戏 就是妈妈呢 身体没有完全痊愈 就出院了 出院的时候 这时候呢 又怕我把自己 国外的生活 完全的耽误 就是跟我说呢 我现在身体好了 你走 你赶紧回去 这时候说 没有问题了 其实这个戏 到这的时候 这个剧本就写到这 已经结束了 但是这个瞬间呢 彭老师跟我 我们两个 手拉的一起的时候 这个戏 延伸的 非常之深切 那一刻 我进加急的话 那一刻我跟彭老师 我们两个附庭 我那一刻 真的有点分不清 这个 是戏里的妈妈 还是生活中的妈妈 因为我拉着彭老师 手的那一瞬间 感觉到老人的那种 温暖的 有些 有些这个皮肤 有些 松懈的 戴着老年般的手 那一刻 那一刻 确确实实的感动 也感动了 现场的人 谁来伺候妈 妈把你养大了 就是 作为儿女就要去伺候 如果你是她的儿媳妇 你也要去伺候 所以这个戏教会 我们做人的道理 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谢谢我们的主创人 给我们带来 这么好的一个戏 真的谢谢 谢谢 还是说她求你的 那我也不记得了 其实你自己好几次 也差点掉眼泪 可能吧 忘了 严妮座上主持台 现场转成一片 她是谁啊 她是严妮 你和她太太熟吗 我跟胡可不是很熟 我是严妮 来让你那个严妮问 请问你跟胡可 是不是不是很熟 什么样的生日惊喜 让严妮情难自尽 祝你生于宽 告诉你恨 反正我感谢他们 我曾经说过 我说我希望和我的一名 一起到老 希望我们能成熟吧 精彩不能错过 就在超级访问 今天每一位都带来了 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 来送给彭余妈妈 我们请导演 把他们准备的礼物 拿上来每个人讲讲 自己送的是什么东西 好吗 来 妈这是什么呢 电饼器 这个太盒子了 这个 对不对 对因为啊 我呢 跟妈妈在一起时间不是很长 佳琪替我 好 费心 受累 给妈 有时候烙点酒店盒子 行 好 好 其实我们都是特别希望别人的一份惦记啊 太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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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个 送给老妈妈 这个送给老爸爸 也真好 这个也就像这两个老人一样那么快乐 祝两位老人家长寿 我的礼物是一个带放大镜的指甲剪 太酷了 大家看一下 你见过这玩意儿吗 就是老年人的眼花 对了眼年花了 看的时候算大的 那天我看见他剪指甲的时候 有点看不清 然后我就新给他买了 还不会用 今天这些礼物送都特别恰到好处 妈妈有什么话 对 我说一句就一句 因为我们天下的老年人 他们的孩子 都给他们 无私的爱 使他们的老老年生活 过得愉快 来 今天我们全家都来了 至少来了几个代表 我们就来这种大合影好不好 好 来来来来站到中间来 我们来我们的大合影 好 谢谢 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通过我们超级访问的官方 官方微博和我们的几位 主创人员的微博 来跟我们来互动 幸运的观众可以得到 我们送出的庆家大礼包 还有戴军最新的书 叫性情男女的签名一共三本 好 又出乎了 又出乎了 好 还不一定 不一定还好卖不好卖 就跟我们一起来说会员果汁超级访问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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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配合 是 有钱